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是苏爱研习社的主理人陆琪陆老师 欢迎陆琪老师 著名的节目主持人左岩老师 欢迎左岩老师 图里图老师 欢迎图老师 了解一下这对家宾朋友的基本情况 我老婆回娘家也是快十个月了 回家里的一切不闻不弯 我也想搞清楚是什么原因 她报名参加这个节目 然后我也想说借此节目 大家帮帮我 帮我把她的心结打开 也让她跟我一起回家 这是一位先生的求助 老师们会如何帮助这些家人呢 来 掌声有请他们 掌声有请 男嘉宾李先生 38岁来自福建个体 女嘉宾李女士 40岁来自贵阳个体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说你是要来我们这节目的是吧 对 是我抱着您 结婚多少年啊 快五年了 这个李先生应该是再婚是吧 对 我是再婚 您呢 出婚 离家已经十个月了是吧 对 带着宝宝走的 没有 我自己走了 想不想宝宝呢 肯定想了 肯定想 但是十个月不回家 为什么呢 问他吧 他就想让我明白 他为什么不回家 但是呢 我想不出到底是为什么 所以说我也想通过这个节目 让老师开导开导我吧 这个宝宝多大了 五岁了 男宝女宝啊 你宝宝 想不想妈妈呀 平常给妈妈打电话吗 只有每天晚上都大 那你十个月不见他 应该老想的了 刚开始是很想的 现在都不想了 后面也就提了 好像从你们结婚开始 我看你们五年婚姻的 这个过往里头 从结婚开始就不老顺利的 是吧 在你的心里 对 有疙瘩 对不对 你能告诉我们 最大的疙瘩是什么吗 最大的就是我感觉 他是太在乎钱了 不把我当一回事嘛 当时没结婚的时候 他答应我说 给我买一束花 结婚的时候 我们办酒的时候 他没买没买就帅了嘛 然后就是说 我们去买那个花插头上嘛 才十五块 买完了以后 他又在数落我 他说你买东西 怎么这样买呀 我说这十五块钱嘛 你那么计较吗 是吧 这不是计较钱的问题 因为我也是说 一个生活的常识 买东西 你肯定要先问价格 对吧 那是我们结婚呢 是吧 好 你有必要吗 一件小事 对 小事 你看我们结婚 拍个婚纱照是吧 他跟我讨价华讲 我要拍三千的 他说你拍三千干嘛嘛 你拍个一千多的就行了 没必要 太在乎钱了 是吧 也就是说 从嫁给他开始 就觉得这个男人很在乎钱 是吧 对 然后呢就是 我们有了宝宝嘛 刚开始他是很高兴的 你买点水果给你吃 到后面他就不管了 你是指孕妻是吧 对 他从来不问说 老婆你想吃什么呀 是吧 不问 就不关心你 对 一点都不关心你 然后我为这个事情 我还给他闹 然后他还吼我 后来就是 因为孩子还没出生的时候 不是要准备那些 小孩用的那些用品吗 然后我跟他说 我说 你要不忙的话 等我下了班 那我们俩去买吧 准备一下嘛 那时候还差两个月吧 然后他说 哎呀 你们女人 怎么那么着急呀 是吧 然后他就骂我 我就很生气 我不跟他讲了 后面他自己去买 买了一个大的男婷 回来说 嗯 我们要一个大的就行了 反正小孩会长大的 比我买那些小的 我说感觉这个事情 不然你就那么在乎钱嘛 是吧 那给孩子准备东西了吗 没有啊 后面生的时候 尿片没有 奶粉没有 就一个奶瓶 哦 就因为他没准备 是吧 对 你是再婚对吧 对 在上一段婚姻里 有孩子吗 有 男孩女孩啊 男孩 跟谁啊 都是我爸爸妈妈 在照顾 哦 跟了爷爷奶奶 是这意思吧 对对 等于说这个妻子生娃的时候 你也没怎么管 后面就是说 他要考驾照嘛 我在痛的时候 他说 哎呀你要生呢 我要考驾照怎么搞啊 我说你要最起码 要等我生出来吧 然后后面生出来了 他照顾了一个晚上嘛 第二天他就回来了 您是顺产啊 还是婆公产啊 顺产 他回去了 我没人照顾我了嘛 我就把我弟弟叫过来 我弟弟就不会照顾小孩 我又起不来床 你知道吗 我下床都很困难的 这个好奇怪 为什么你不照顾他 他要去那个考驾照 我要考驾照 我觉得你这些事情 考驾照比我还要重要是吧 对 为什么非要那个时候去考啊 因为他是提前一个月 就议约好的 后面回到家是吧 吹乳的话就 就出不来了 就很痛 很痛的话 就会胀胀的话 人就会发烧是吧 我跟他说 我说不然请吹乳是吧 然后他说 没事的我帮你弄 弄到晚上11点了 那烧得我话都说不出来了 我打电话给我姐 我姐说 你怎么那么大意呀 她说我给你叫吹乳师来 那时候晚上都11点了 人家吹乳师都不愿意出门了 是吧 后面没办法叫我姐夫去煎 人家来弄 弄完了以后就1点了 然后就花了900多是吧 然后他老拿这个事说是 我都谈成那样了 你还那么在乎钱吗 钱就那么重要吗 就是说在这五年期间 其实类似于这样的事情 你会反复地想起对吧 孩子出生之后呢 孩子出生之后 有半年 那都是我一个人在带吗 他呢 他就是也不怎么带 他上班呢 不是 咱们把这个不怎么带 咱们说清楚啊 是晚上从来不管 没有给孩子换过尿不湿 就坐月子的时候有 还是说怎么个情况 咱把他说清楚 坐月子的时候有 像我白天上班 晚上我也要帮忙起来 泡奶粉之类的 没有 有吗 我说有 他说没有 你说怎么说 叫他然后他很生气 他说你去弄 我这么累了 我上班我这么累了 你自己去弄 就有一次半次肯定太累了 我也会不想 你知道吗 我们那些儿子 从快满月的时候 每天晚上都哭 哭到四个月 而且哭的那眼神很恐怖 你知道吗 为什么哭啊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哭啊 反正每天从十二点晚上 就开始哭 是不是饿了呀 你不给他 他不吃 他就一个劲地在那里哭嘛 那每天晚上哭的那个声音 多恐怖啊 他不管 因为我也第一次带小孩 我也不知道 应该怎么带 以前都是爷爷奶奶带是吧 对 我第一个小孩子 我带都没带过 明白了 是吧 后来呢 后面就不哭了 就好带一点 后来呢 好带一点 我说我把我小孩带回 我娘叫我妈 帮妈送嘛 不行 去了一个月 他又马上过去接回来 谁说不行啊 他呀 接谁回来 他要把我接回去啊 回贵阳啊 哦 然后那时候就是 过年了嘛 小孩就有半年了嘛 他答应我不回去是吧 不回哪啊 不回福建嘛 哦 不回他老家啊 对 哦 刚开始他是答应的 然后到那天不行了 你必须要得给我回去 好 不回去他没面子 那次他为了这个事情 还动手了呢 谁动手 他 哦 这么厉害啊 那我他一凶我 我就怕 每次他就 跟你动过手嘛 对 就动过一次 什么 为什么事 动过一次 就是为了要回他家嘛 哦 就是那一次 对 回家之后呢 啊 这就过 把年过完了 我们就回来了嘛 又回来了 因为他在这边还有店嘛 回来之后就有一年了嘛 他就说在这边压力这么大 他儿子现在长大了 他父母拐不了 他要回去拐儿子 嗯 好吧 那就回去吧 是吧 等于你们就从贵阳 嗯 搬回了福建 是这意思吧 对 他把店排了 然后我们就回福建了 嗯 回到他家 也要说 不是他要开店吗 我就跟他说我不喜欢 因为他是做美发的嘛 我说我不喜欢做这行 他不问你 他不跟你商量的 他把店开了 刚开始的话 回去的话 肯定条件没那么好嘛 是吧 所以也没那么好 每天他都要睡得很晚的起来嘛 那我说你最起码 你要早点起来 帮我看店 我去洗衣服那些是吧 你指的特别晚起床 是在几点钟 有时候十点 天气冷一点的话 可以十一点半也有 好 早的话是九点 就是这个先生不肯勤劳 是这意思吧 对 整天嘴被挂着的时候 他要赚钱 他要赚钱 睡到中午都不起床 是吧 然后你叫他多了 他还意见很大 嗯 那你这次走是为什么呀 十个月前走是为什么呀 最后这一次 是因为我生病了嘛 去他们那个 监道的卫生院嘛 是吧 去检查 然后医生说 怀疑是肺结核 叫你再去大医院 再确诊嘛 去医院不是 要办那个卡充钱吗 那我充了两百块钱进去 然后查完了 我没打清单嘛 我就回来了嘛 然后他问我是怎么回事 我就跟他说 医生是这么说的 我说他花了多少钱呢 我说就 我就充了两百进去 我没打清单 我也不知道吃多少钱 他说 你这个女人怎么这样 是吧 钱到处来放 你这样怎么理财呢 是吧 我心里面我想 我都生病了呀 你还是那么在付钱 就因为这个就走了 就走了 本来我的事 也就是这么多年了嘛 我就老感觉 他老把钱当一回事 不把我当一回事 所以我受不了了 现在回家做什么呢 这十个月 在我姐姐店里面帮忙的 你自己怎么打算 你们俩这段婚姻 我刚开始走的时候 我说心里面是这么想的 我说我走了 我就不回来了 走了就不回来了 对 孩子也不要了 因为孩子 那时候我跟他闹过嘛 我说 不行咱们就离婚嘛 然后他说离婚可以 女儿我要 儿子你带走 我说儿子怎么也轮不到我吧 是不是 这就是不要离婚的意思嘛 对不对 是不是 对 因为我已经离过一次婚了 我非常珍惜这段感情 你每次跟他吵着 他比我还要凶 心里都不懂得谦让 对对 你接着说 接着说 说十个月 你怎么思考这段婚姻嘛 我也冷静了很多 刚开始我是 说不想给他过了 我在那边我感觉我压力很大 精神上我受不了了 你知道吗 所以我回去了 回去冷静了那么久 我说要过也行 这次剧情嘛 你要给个态度吧 什么态度呢 一直以来他都没给过态度 首先你要问我啊 为什么要走了呀 是吧 好 但是这个问题 他从来不打电话之后 去主动问的 都是我打电话 给他探讨这个问题的 我有问过他 他只告诉我 你自己想 你想 你想得出来 我的意思是 你为什么 我去了那么久 你为什么 你不打电话呢 他每次打电话 都是要女儿跟我视频 他从来不去 提这个问题 我也怕你了太久 没见妈妈了 到时候把妈妈忘掉了嘛 我再问吧 他走这十个月 你都没主动去接过他呀 我去接了两次 他说你不要跟我讲 你事情没想清楚 我是不会跟你回去的 第二回呢 第二回我以为是说 家里可能是需要个长辈去 比较有那个 我就带了个长辈一起去 然后去了 他也说你没跟我商量好 你不要跟我说 他是这样的 每次把票买好了 再跟我打电话说 我明天过去接你 行 听明白了 是吧 我再问一句啊 您到底因为什么原因 离开他呀 我就感觉他不把我当回事呢 而且我离家都没有 我如果没把他当回事 我也不会来这里了 说实话 你要是会的话 那我们就不用来这里了 是吧 好好好 所以今天 就是老师们说 你们和你就和了 是吧 老师们说你们散 你也就散了 是这意思吧 我们一会儿请老师 给你们梳理一下 五年的婚姻 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李先生 你好 问你个问题啊 你觉得老婆是拿来干什么用的 老婆是拿来宠的 拿来疼的 真的吗 你宠吗 你有宠吗 只是说我的方式 可能做得不够好 但是我心里我还是疼她的 你爱她吗 爱她 那你为她做过最大的付出什么 太大的付出 我也不知道指什么 因为我觉得我对她做的任何事情 我都觉得是应该的 其实我听下来 为什么就是你们那些小事 就后来就过不去了 当然有沟通方面的原因 但重要的在于 我一直认为男生 你没有搞明白 爱是一件需要做出很多付出 和努力的事情 你活在个人的世界 自我世界太久了 包括你第一个孩子 你说我从来没有管过 你说的那么理直气壮 你不脸红吗 大儿子你也没带过 所以你觉得你这个闺女 你不但也正常 是吗 因为你结过一次婚 所以你觉得我跟你再结一次婚 还要派什么结婚照呀 还要戴什么头花呀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 对于你是经历过的事情 对于她是第一次 那你现在给我点头 你当时想过这个事吗 你当时有想过这件事情 对她有多重要吗 结婚对她有多重要吗 生孩子她是第一次 你有想过吗 对她有多重要吗 你想到的是自己 你有站到她的角度 去想一下 她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 她是一个什么样的需求 你想过吗 你一而再再而三地说 说我不知道你为什么 你也不告诉我是吧 为什么要告诉你 你们两个人住在一个屋檐下 她痛了 她生病了 她怀疑她还在哭 她为什么要告诉我 你看不见吗 你说你爱爱在什么地方 她其实要的东西不多 她心里面一再给你提的是因为她烦吗 只是因为她心里面有这个结而已 你去买树花给她 她又就会忘了15块钱的一个事情 你带她去吃一顿好的 她可能就忘了结婚时候不愉快 你带她去调理一下身体 她可能就忘了坐月子的时候的痛苦 做一点她想要的和她还没有想到的事情 这个才是做丈夫的责任 好 谢谢大家 好 谢谢老师 她斤斤计较 她觉得她自己都不值这15块钱 这是她心里一直过不去的坎 她得不到爱 她所有的情感没有出口 所以让她越来越冷 她一边干活 一边带孩子 一边做饭 还得一边受气 没有尊严 你今天来是想挽回的 对不对 对 我等一下给你出出主意 好 谢谢老师 理解 在生活当中的一些细节 她做的是不好 但是你太过敏感 孩子哭闹到四个月 我家宝宝也哭闹到那个时候 是这种小儿肠胃发育不好 所以一到后半夜就哭 她是生理问题 不是病理问题 我知道 所以不会到什么撕心裂肺什么的 你把所有的事情都想得太严重了 不要把事情往极端的方向去想 再有就是你们俩最大的问题 也是很多夫妻之间最大的问题 叫做沟通 每次我跟她沟通 然后她还凶我 我要怎么沟通下去 你刚才说了两句话 我印象很深 第一句话是她也不问我 她不问你可以说呀 对吧 我说有时候你跟她说了 她不耐烦 她不耐烦我就再说 就是可以调整一下方法 太多次的是这样子了 所以我现在我干脆我不跟她说了 你看你不跟她说 问题就越来越严重 比如说夫妻两个人 一个女士说 哎呀 你看我这个手上是不是有点空 她想要一个戒指 第二天 她老公给她买了一副手套 这就是你不能让男人猜 你看看你老公这样是能猜得出来的样子吗 是不能的 所以有的时候夫妻之间沟通 就你们俩的关系四个字 开门见山 给到你们的爱情建议 首先就是李大哥 他非常在乎你抠门这个事 所以以后给点家用 他愿意怎么花怎么花 让他心里舒坦 然后呢 也要给父母一定的家用 因为帮你带大儿子呢 还要理解 给你的建议就是 看在孩子的面上 清楚一件事情 就是夫妻之间的沟通 是最重要的沟通 夫妻之间的宽容 是这个世界上以爱为名义 最大的宽容 祝福你们 谢谢 好 谢谢黎老师 来 图老师 你所说的那些 对于你的抠门 对于你的不好等等等等 尤其是一点他打你 使我不太可能相信 他今天到这个舞台上来 不过是一个权宜之计 先把你哄回去 但是我只是担心啊 你这十个月一回去了之后 你别以为你这样的一次 不辞而别 会换回你在家庭生活当中 更高的地位 因为这个男人 今天到这个舞台上来 我并没有感觉到 他真正地认识到了 自己的问题 所以我的建议是 至少今天 不是你们重修旧好的 或者重归于好的 最佳时期 但我只是有一点 特别看不起你 你走了十个月 这十个月 与孩子分开了十个月 你作为一个母亲 你怎么舍得 如果说夫妻生活当中 有太多的问题 是双方共同促救而造成的 但唯独这一点 我认为他倒是做得很对 他每天晚上 让孩子跟你视频 怕孩子忘记了妈妈 而你是怎么想的 因为我怕我老是 跟他这样子视频的话 孩子是没有错的 不可能因为你们两之间的关系不好 导致孩子失去妈妈 十个月 而且他才五岁 是这样 没错 我怕我跟他联系多了 但我受不了 我又跑回 所以你自欺欺人 如果真正地想拾起自己的自尊 第一 履行好你作为母亲的责任 第二 你要解决的是你与他之间的平等的问题 如果始终无法达到 在夫妻生活当中 或者家庭生活当中 你跟他人格的平等 这个男人不要也罢 但是母亲的责任 你要做好 就这个 好 谢谢陀老师 五年啊 什么都来得及 好好过也来得及 分开也来得及 所以在我看来 你是回家跟他继续过 还是不回家跟他继续过 还是彻底地就不跟他过了 你们夫妻俩去想 这才是你们该做的事 而不是说 我也不看孩子 我什么都不要 我一志气 我摔了我就跑了 这就跟你当初 稀里糊涂的架势一个意思 好了 接下来一起进入 真情六十年 老婆 这五年里 我对你确实做得不够好 但是听过老师们的评委 我发现了 确实我大男子主义 确实有点厉害 我保证在以后的日子里 我尽力得可 尽力得可 尽力得可 希望你能给我一次结婚 那都会发生前 你都拿不出来 我会等我会好好的照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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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以后的照顾 什么 别忘了一次经历 我记得老师说你们要好好的 我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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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们终于看见熊叫 我哭了 你怎么还说 你说话什么就算我吧 你在这跟我说 这个男人很出门 我要照三千块钱的结婚照 如果照一千多 那是你比较花吧 刚才我孙明知道的时候 我什么都不知道 当时你连照接不照的 才能拿不出来 我要嫁给你 所以人在情绪当中 有一些嘴嘴大的是 最伤害的人 不要忘了 原本是 我们不追求真相 我们只是还原 最真实的一些东西 情绪打哪儿来 这个民众告诉 因为太多的不好的情绪充斥着人 所以我很多事情的真相 已经被你串满了 每个人都会这样 对自己有利的历史 全部记住了 对自己不利的 那就是事实的 没关系 好吧 你是不是说 他们不想的 我先送一出口给你 你送送送送 谢谢 来 养分 很严重 很严重 你买了啊 你觉得得意啊 如果这套不一套 还这么追 别再给你 谢谢 小伯爷们 回吧 请开门 请开门 我会送上 你 我会送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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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爱里等着你 这老公完全是情不自禁的 来亮灯吧 送给你们 谢谢 好好对老婆 听见没 做一个独立的女人 明白吗 谢谢两位请问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们 谢谢老师 生活的路还很长 刚才我们一直在说 在属于那个夫妻的浪漫时刻 丈夫是非常情不自禁地 拥吻自己的妻子 如果你能不能把日子 能过得这么情不自禁地 好好的爱对方 我想今天 我们做的事情也就对了 来接下来了解 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 其实当时还差两个月 我们就要结婚了 然后那时候 我应该是有一点点 婚前焦虑症 然后我们会经常吵架 在那段时间 然后有一次 我去应酬回来 已经喝得很头疼 他就跟我闹脾气 闹情绪 然后我就可能讲了一句气话 我们分手吧 分开这几个月 我心里一直惦记着他 我来 我来就是想再跟他求一次婚 我希望他能回到我身边 掌声有请这一队 有请 男嘉宾小柯24岁 来自广东活动策划 女嘉宾小银28岁 来自广东美容师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是要结婚了是吧 后来喝多了 又不结了 就是讲了一句气话 但是我真的 我的意思不是这样子的 我还是想跟你结婚的 订婚期了吗 当时 订了 什么时候啊 17年的10月2号 没结成啊 没有 你们俩现在什么状态啊 分开了 分开多久了 分开有 大半年了 你啥时候想着要重新追回他呀 其实我一直都有 哎呀 说了一句什么话 这姑娘这么决绝的 婚期也定了 她就跑了呢 当时你说了什么呀 大不了婚就不结了 然后她就算门就走了 我从来不相信说一句话 一件事就能让一对恋爱人 就这么就死 就分开 甚至马上要结婚了 这需要很大的勇气 嗯 你们在这个决定结婚之前 谈恋爱谈了多久 谈了两年多 当时谁追的谁呀 我追的她 追的辛苦吗 辛苦 大概追了多久 差不多一年 那个时候女生在犹豫什么呢 她说她追的很辛苦 你在犹豫什么 其实在这过程当中 因为我本身比她大那么多 我觉得她不够成熟 嗯 也不够单单 就是玩心还太重 如果跟她在一起的话 我怕就是走不到最后 所以就是说 她在追求你的时候 你已经特别清晰地 在盘算这件事了啊 就这男人靠不靠谱 嗯 以后有没有可能有未来 嗯 所以她这一年的坚持 是打动了你 是吧 是的 在这一年当中 其实她一直都很坚持 我也看到她的用心 交往之后 你们俩谁提出的要结婚呢 是我 哦 是你提出的结婚 对 你觉得没问题是吧 是 她也挺上进的 包括就生活当中啊 我们俩在一起之后 她知道我不喜欢吃外面的快餐 下班之后呢 她要是不去接我的话 她会回到家里提前做好饭 嗯 我们管动人喜欢喝汤 她也会就是提前包好汤等我回来 就这种日子坚持了多久啊 就是确定订婚之前 她都是这样子对我 发生改变听的意思是在订婚之后 是吧 是的 是的 订婚大概是 因为结婚是你提的是吧 订婚是在什么时候订的呢 订婚是在那个17年初的 这双方父母应该都介入了吧 见过 那会我就觉得我们都谈那么久了 而且我觉得她在事业上逐渐逐渐也稳定了下来 而且对我也那么照顾 我就觉得我到这个年龄也确实是要结婚了 但是我跟她提出来要结婚的时候 但是她很开心 然后呢我们就安排了双方父母见面啊 策划那个婚期酒席之类的事情 在这期间呢我就发现 不知道怎么的就越往那个婚期那边走 她好像就逐渐逐渐有了一些变化 比如说呢 比如说像平时生活中我看她的手机 她看我的手机我们俩都没有什么避讳的 那有一天刚好我手机在充电她去洗澡了 我也无聊我就拿她手机去看电视 不知道怎么的就一个人发信息我就点开去看了 有个女的就直接蹦跶上来就叫她哥哥 特别的亲女 她出来之后呢我就觉得好奇 我说你怎么就突然多了一个妹妹 我怎么不知道啊 可是没想到我刚说呢 她当时就感觉好像情绪有点激动了 她直接就说你怎么这么来看我的那个聊天记录啊 确实我可能有点过激 但是我觉得你开始不信任我 所以我会做出这样的举动 就是除了除了有这个问题之外 你还发现了什么 我相信不可能是一件事 还有别的吗 就逐渐逐渐 她老往外跑了那段时间 干嘛呢 老是有聚会啊 应酬啊什么的 老是老往外跑 就以前都没有 以前会有 但是会比较少 以前我认识她的时候是我在实习期 所以我没有那么多的工作 那谈恋爱的时候不是演那个吗 她说的这变化应该是在订婚之后嘛 不是订婚之后 为什么呀 我现在手头上会有自己的客户 我要自己去跟我的单子 所以我要经常去见客户 我要跟她谈一些活动上面的一些改动 所以我才往外跑的 结婚之前其实有很多事 都会冲突嘛 这个比如说装修房子啊 各种筹备啊 你们在这个层面上有争吵过吗 有的 什么样的冲突 本来呢我们是在深圳已经买了房了 但是那个房子还没有专修 我们是一直在外面租房住 那我自己的心理想法 我就觉得那结婚之后 肯定是要租自己的房子 会比较好一点 那我就想了跟双方父母商量 两家出点钱 然后把那房子专修好作为婚房 当时都已经说好了 突然有一天她就跟我说 她不想专修房 她说她想把那个钱先买辆车 我有跟你解释啊 男人都爱车子 如果我们结婚 我们可以带我们的父母出去 然后我可以送你 如果你出差的话 可是深圳那边交通本来就很发达啊 地铁啊 公交 BRT特别地方便 其实车子根本就不是必需品 我们现在眼前我们马上要结婚了 那住的问题是最重要的 我们不讨论这个了啊 我知道啊 大段的讲理 讲理的背后 其实是另外一个声音在说 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第一反应我就觉得 他好像不太想结婚 然后不太想聊结婚的事情 也就是说你认为 这个男生想买车行为的本身 并不是出于交通的考虑 而是对这个婚姻不太重视 或者叫对你们未来生活 你觉得他有点飘移了 大概是这么想是吧 对 其实最重要还是有一次 你知道吗 本来那有一天都已经订好了 我爸妈还有他爸妈一起坐下来 订一下酒席之类的事情 我还叮嘱他 我说让他到时候就不要迟到 早点到嘛 可是我们都到了很久 我给他发信息 一直发信息他都不回 后面他才给我回电话 他说他在忙 过不来了 但是我就觉得特别的生气 这么重要的事情 你不能把工作先放一边 是吧 我已经跟你说 你先跟他们吃完饭 我回头会跟他们解释的 可是你就一直打电话给我 我在跟客户确认 如果我签完字 我就肯定是可以走的 可是你一直给我打电话 我就做不了私情了呀 那你要忙 你可以提前给我发信息啊 提前给我打电话 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婚庆策划的 婚庆策划 我给你打那么多电话 后来这顿饭怎么吃的 有没有跟爸妈们说一下 说他临时有个事 咱们吃完饭 一会儿回家再接着聊这件事 你解释了吗 解释了 解释了 但是我爸妈还是 就有点不开心 觉得这么重要的事情 觉得不被重视嘛 对 你那时候心里是不是就更慌了 种种迹象 以前没有妹妹的 现在有妹妹了 这个说好要装修房子 要拿这个钱去买车了 然后说好我们商量 怎么去完成这个婚礼的细节 结果这人放你鸽子了 心里更不安了是吧 是的 我就觉得 我在她心里面的地位 逐渐好像就是 不像以前那样子了 诸多的事情堆积在一起 所以就出现了 你应酬 喝酒 喝完之后你续到她 续到完了以后 你就说大不了婚不结了 这是一句气话 是的 你今天的想法是一句气话 但是你当时就当真了是吗 因为是这样子 那天我生日 就是我朋友 我闺蜜她们 本来是想计划说 给我过个结婚之前 单身的时候 过一个南万的生日 可是我就觉得 我们既然要结婚了 我都把这个闺蜜的 一个邀约我就推了 我还提前跟她说 我说我今天生日 看怎么帮我过一下 南万一点 好 公主还在等待 更大的惊喜 南万一点嘛 对 早上的话 她也就跟我说了个 生日快乐 她说好 晚点回来 可是呢 我在那等 等半天她就回来 啥都没有 一点表示都没有 完了之后就 直接就叫了个外卖 好吧 这件事 咱们就不说了啊 不用再说了 是这样子 你叫这个劲 就没有意义了 你叫没有什么意义呢 我刚那天 我还过生日呢 我过着生日 她就接了个电话 就跑出去了 她说有应酬 结果呢 半夜不回来 我一直等她 我就闲得无聊 我刷朋友圈 看到她兄弟的 朋友圈里面 拍了一张照片 刚好里面有她 她在里面呢 给一个女生 抽得特别地劲 你知道吧 完了之后 大半夜才回来 我一直等她 回来之后 喝得醉醺醺的 我就说了 她就对我很凶 她说你老是这样子 管我大不了不结了 我当时我很生气 我直接我就打车 回我家了 其实很难过 以前她 我生气的时候 她都会来追我 那天她既然 没有来追我 我就很难过 我回到家里 她都一直都 没有来找我 我就跟我爸妈 商量说 我说要不这婚 就不结了 其实我心里 我还嘀咕着 我说要不就借着 就是退彩礼的时候 看一下她 会不会有挽留 她也直接 把彩礼给收了 但是我就觉得 真的就彻底地 对 你是试探 试探一下 结果这小子 真把彩礼收了 对 我没有毁婚的意思 因为我是做 新人的策划的 那时候 一对新人结婚 然后是我做的 但是我进来 看到他们的朋友圈 他们离婚 所以其实我是有点慌 然后我很害怕 我跟她是因为头脑发热 然后选择了结婚 我其实不想离开她的 我很害怕我会 到后来跟她离婚 从你那次闹别扭 到现在有多长时间 大半年了 那你这半年 你没做什么挽回的 这个事吗 就这么冷着两天 就是这期间 她老是跟我说 她之前想挽回我 但是呢 她来找我之前 其实她是没有 做出任何的表示 她也没有给我发信息 也没有给我打电话 直到前段时间 她跟我说 想通过这平台来挽回我 她之前杀我那么深 现在突然这样子说 我都不知道 她具体是什么意思 那你为什么来呢 我就想 就是问问大家的意思 我就想看看她 到底是什么意思 来吧 老师们你们来吧 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小李 注重在小这个字上 你就是一个孩子 幼稚不成熟 怎么样体现一个男人 幼稚和成熟的界限 就是对车的概念 你会发现 很多男人年轻的时候 都要车 因为觉得这是 成功人士的标志 很多男人长大了以后 他会对车 没有那么强烈的渴求 才会明白 那就是一个代步工具 一个成熟的男人 先要安家 立业 一个成熟的男人 懂得 顾及父母的感受 尊重彼此的感觉 一个成熟的男人 不会对着自己的新娘说 要不咱明儿别结了 这所有的一切的表现 都是你不成熟 然后我们问这个问题的时候 你会说 哎呀我很忙 我们公司要忙啊 我的客户怎么怎么怎么样啊 你老板要是看了这期节目 就会说 所以怪我咯 推卸责任 同样是不成熟的表现 包括他退彩礼的时候 你收了 然后说我考虑考虑 今儿又来追他 出尔反尔 是不成熟的表现 但是你知道他是小李啊 然后你选择和他在一起 那你就得做大林 你会觉得说 他忽然之间对待你 和之前的感觉不一样了 所以好像全世界都不爱你了 然后 你今天站在这儿 想要跟他分手 其实我想说的是 男人和女人 在婚前和婚后 或者是订婚前和订婚后 多多少少都还是有不一样的 因为订婚之前呢 他们往往把你捧在手里 订婚之后呢 他就认为 他已经把你揣在兜里了 所以你既然知道 你选择的是小李 要做大林 可能你就得接受这个 然后还有就是给到你们两个的爱情建议就是 他就是个孩子 三年 五年 十年之内 也不一定会长得大 所以如果 你要继续这样一段感情 就做好你姐姐的角色 祝福你们 谢谢 好 谢谢小杨老师 谢谢老师 胡老师 姐弟恋要成功 姐姐会要以老卖老 弟弟会要恃宠而骄 但恰巧这两点你们都占了 其实女大男小的感情大概分为两种 一种是自信的 一种是不自信的 你大概是属于那种不自信 有些女人认为我的人生阅历比你更丰富 所以我能够驾驭得了你的青春 但其实这句话的背后是一种不自信 因为害怕自己衰老 但有些女人就不一样 她愿意承认自己正在衰老的路上 而除了衰老之外 我有区别于其他的年轻女生不同的魅力 但你没有这一点 你本来认为一个年纪比你小的男生 应该足可以被你所控制的 但是你没想到 反过来你被他所控制 如果你敢于跨越年龄 去找一个比自己小的男生 除了要参与他的成长之外 你应该要有足够的自信 你已经俨然知道了这样的年龄差异 你就可以去推算 你会老得比他快 对吧 你的身体素质会比他衰老得更快 等等这些东西 你都要提早就想到 所以你要知道 你之所以跟这个比自己小的男生在一起 不是要去占有他的青春 不是要去占有他的容貌 你之所以喜欢他 是因为你认为彼此之间有合适的平台 我其实我认为那些跨越青春去相爱的那些忘年恋的那些人 当然你们没有这么大的差距 我认为都应该彼此往时间差的终点去靠 男人尽可能打扮得老一点 避免让女人感觉到自己的衰老 女人尽可能的青春活力一点 不要老成持重 彼此都互相体谅对方 来弥补这样的年龄差 我认为这是双方都尊重这段感情的基本态度 但事实上你们的交往是到如今 第一你没有这样的自信和没有这样的胸怀以及智慧 而他其实正在显现他这个年龄应有的幼稚和冲动 所以说你也不用伤心 你应该感谢他给了你美好 反正我对你们俩之间我是不太看好的 因为他的成熟 整个的过程 其实你真的没有信心去参与 你只会越来越郁郁寡欢 与其这样的话 找一个年龄适当的人 好不好 就这样 祝你们幸福 跟他在一起的三年开心吗 订婚之前还是很开心的 开心吗 开心 够了呀 有那么好的一段时间不是挺够的吗 你那会儿开心吗 开心 然后突然要结婚了 那一年是不是特惶恐 有一点 反正婚没结成嘛 结论就是我吓死了 我吓跑了 其实事实已经证明了一件事了 时间是最好的理证 前三年对两个人来说都是幸福 合适的 你们这场变故证明了一件事 你们俩要谈恋爱啊 会特幸福 你们俩要结婚啊 真的不好说 还有一个就是 有一些事情其实 我活在当下 我很愉快 赌一把嫁给他也没什么呀 如果我们觉得快乐 我们就好好地去珍惜他 去经营他 如果我们觉得不快乐 很痛苦 我们就直面不快乐和痛苦 给大家一个解脱 不要自欺欺人就好了 一起进入真情60秒 我为什么今小半年我都没有联系你 我跟我朋友谈论过这件事情 我确实做得挺混蛋的 我不应该对你讲这种话 毕竟我们已经订婚了 还有我不应该收你的财礼的 我挺后悔的 但是没有办法 现在我回头看 我真的不成熟 但是 现在 我长大了 我希望你能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希望 给你更好的未来 我会给你一个好的家 回到我身边好吗 再相信我一次 我是爱你的 我会永远永远 我还没有想好 我要再考虑一下 只可惜失去你 永远永远 来 谢谢辽妹 请回 好 谢谢 谢谢啊 来 请关门 请开门 请不吝点赞 订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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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脾气很急 动不动就因为一点小事 冲我发火 我很犹豫 该不该嫁给他 但又不知道 怎么和家里说 我该怎么办 尽信吧 您是在这个时间发现 他脾气不好 在这个时间发现呢 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时间点 一定要赶快 跟自己的家人摊牌 否则结婚之后就麻烦了 不要用自己 后半辈子的人生 来下赌注 相信你的父母 也会举双手支持你的 祝你幸福